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与主任追回命令受到空军将军的羞辱 坝下阵受到空降而来的命令 待命 组成五收到消息 甲义队李从文和何游真行刊发到报纸上 以正军心 没寡妇处境艰难 却还得继续执行任务 任务开始 与主任下命令追杀党内叛徒长虎 汪伟特务机构分区负责人一先生 负责审讯长虎 长虎要面见野间平二交代重要情报 日军指挥部野间平二召集一先生及吴司令开会 游击队员的子弹被取出 但是失血过多 仍然需要卧床休息 龙九将武功队安排在萧月的九方 虽然他处处迈好 但江红英依旧无法相信他 命人密切监视龙九的一举一动 好 月红啊 我考虑了一个晚上 我们这边 必须做些防备啊 日军扫荡 我们不可能出阵 为了避免意外的情况发生 我希望你和秦先生 带孩子们先走 等局势稍缓了再回来 孩子们不在镇里啊 大家有些什么情况 都能够应对 你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什么意思 你脑袋里里外外全坏了是吗 孩子就是咱俩的屁联 遇到事不挽紧你股 还玩外仙 不找人追着关店验货色呢吗 我的天哪 你是小北的亲娘啊 这不是判断事态的依据 我说什么你就反什么 你有这个必要吗 谁也不能拿孩子当赌注 我告诉你什么 我跟你说是尊重你 在坝下证 我和崇文是最高的权力 现在崇文不在 我的决定就是命令 必须执行 必须执行 你要把孩子们都转移了 鬼子这次扫荡是报复式的 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不会跟你讲理由 我知道 我这样坐有此地无垠之心 但我不敢拿孩子们 冒一丁点的风险 何大爷 你我都扪心问问自己 咱有什么权力 咱有什么权力 让他们跟咱一起抗胜 你让齐先生把孩子们 召集起来 我同意把孩子们转移出去 关键是转移到哪儿 共产党组织啊 对敏感地区的群众 已经做了转移工作 要不我们求助于他们 那霸下阵就会成为 共产党的重要活动区域 到时我们连水都甩不掉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不行 如果我们这么做 那尚风就不会再相信 我们的忠诚 好吧 进山区 从后山进 往北三十里到沈女峰 大家来是做准一点的 那个山洞 那不早就废弃了吗 那个 我和丛文 在那儿储蓄了粮食和腊肉 还有些钱 如果大难临头 你就会和丛文 甩下大伙儿 藏到那儿去 怪不得有段时间 你和丛文每晚都 往山洞里跑 你俩可真分得清啊 余主任 你想要做什么 空军特战中队 第十三支队 将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明夜二三时 他们将乘坐 C四十六运输机 深入敌区 空降于坝下北部山地 迅速集结展开行动 行动结束之后 十三支队将长期潜伏在这里 化身为一支武装山匪 并尽可能被伪军招安 为将来的我军反攻 做内营秩序 你是要灭绝掉 坝下阵所有的特勤 是坝下阵遭遇山匪洗劫 因仕途抵抗 而被尽数灭杀 他们都死了 谁来保护仓保 被伪军招安的山匪 将与坝下为盘踞之地 李从文写保逼宫 这足以说明 你让他们用那种方式 来守护仓保 这完全是个错误 现在不同了 十三支队没有一个人 知道坝下阵埋的是什么 他们会全心全情地 为将来的内营反攻 做潜伏 这是个清晰到 足可以掩盖一切的任务 而不是令人 遐想连篇的所谓生活 或许只需要一场战役 就能改变那里的势力格局 而你 却要牺牲掉 五十九名优秀的战士 战略部署 是总指挥部的事 你我虽有参谋之权 但插手过多 难免会让人生出 岳祖戴袍之界地 对不对 温大夫给我备了不少药 像什么发个烧跑个肚的 应该都能对付 要去哪里 等局势烧还 我就过去找你们 好 岳红应该准备好了吧 反正小北我是红利所了 岳红会跟你们去的 一个当妈的人 不至于不顾惜孩子吧 你心里恐惧的 仅仅是鬼子吗 如果生活背后这个任务 隐藏着重大使命 那我们逼宫失败 就等于用丧失了绝对忠诚的剑 把自己全都绑复进了乌坚的地狱 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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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校长官 你让我去帮老王护士傻呀 可他和王嫂 他们一家散口全都不见了 大侠阵 霸下阵 在将来的反攻战略中 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了我们的终极使命 一些平民的牺牲在所难免 为大局设小议 当做如此理解 都明白吗 当国之需 五等之职 这次行动 务必迅速 清除之后 霸下阵需复之一具 你等武器装备 须妥善掩埋 之后尽数换上 随航空投的枪制弹药 从此 以山匪之面目示人 莫去冒辉 摘除所有汇镖 晚上九点准时登机 第十三支队登机完毕 运速机TS2准备完毕 请求指令 出发 引起 屹主任 看看今天的晚报 这里描写了一篇 有关霸下风光的散门 看看这段 面对这篇无法言语的宁静 也许只能用无以言书的字符 来为之祈祷 看看后面的范文咒服 若当作密码翻译就是 忠诚不容亵渎 再看最后一句 这个世界有时候可能很脆弱 往往一声惊雷 就可以敲开陈锋的壳 那流离的净土 如同预言般地 视线在红尘之中 如果这是一个有心之人 那他就是在威胁我们 有人想让秘密喧嚣于尘上 我派人以读者的身份 去过那家报社 报社的人说是秘密投稿 所以搞到信件里说 指定在今天刊登 他们觉得文章不错 所以照做了 在我们做出决断之后 发出威胁 向决堤翻盘 什么处发的 投稿信是从冒中时发出的 事件是周一上 刺杀竹运厂之前 也就是说 他们早有准备 有一点也许不用我提醒 这家报社有共产党的背景 这种威胁 简直是太无耻了 好酒好菜 好上路 说得好 说什么都不能当饿死鬼 还是不吃得好 肠胃里有东西 死相会很难看的 说得也对 对于将死之人 我允许你们提一个邀请 能办的 我就帮着办了 洗澡 衣服也要洗尽晕干 我们要干干净净地上路 这恐怕不行 时间不允许 九点半执行枪决 是我亲自下的军令 组织长 防线上的这个U型缺口 让你的部队 经常在无谓的拉锯战中 有一些损耗 对吧 我问你 你有多久没有真正的打 战局现在正在转折点上 你不希望那些碌碌无为 却深谙投机之道的人 抢了先吗 组织长 你需要一场大仗 一场大胜仗 这一点你很清楚 其实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只要把这个U型缺口给堵上 那可就是战略上的攻击了 你不想要吗 我想 我们要做的也只是这个 别拿这些跟我说事 我没那么复杂 我就是想 让你们替我小舅子偿命 跑 爽快 我先干了 两条命在这儿 你随时都可以拿走 但是在拿走之前 必须帮我们做一件事情 你们让我在灵特派员面前 如此难堪凭什么 理由就是 给余主任发个电文 之后任你出场 请不吝点 报告 军事情报处传来四十六师 主城五密电 电文士 忠诚不容亵渎 余主任命令必须取消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飞机十五分钟前已经起飞了 MIDI 实际上 真准了 C4 en которая 就是 也犯了 我 怎么接触 我跟那 小悦 你看这儿投的什么 我不知道 就这一个 运输机朝山区方向飞过去了 再投放什么不知道 需要谈查 C-46运输机 多用于投送特战队员执行任务 就投个包裹 蹊跷了吧 包裹里实际上 是一个长方形的雾笛 仔细看看 有没有线和他连接 没有 没有定时炸弹 没有定时炸弹 排除引爆扩散T104的可能 从重量上判断 我饭坏里也是空的 温大夫 就两种选择吧 一种是相信组织 就把它打开 不相信组织 就把它扔江里去 我终贵觉得 派运输机深入到敌战区 就送个饭盒 荒唐得尽似可疑 如果外特战队突袭我们 岂不更为荒唐 这是什么战术 难道是把我们的注意力 吸引到这个饭盒上 以掩盖他们的战术部位 你们可真是会制造金章气费 都自己人 偷袭我们有啥用啊 知乎的灯笼 你心里还能不明白吗 我去去你 去你 至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的指令要是在晚下一分钟 就狗屁都不是了 明白吗 我知道是万幸 多亏将军了 于主任 希望以后用来做决定的是脑子而不是屁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备出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总碰上惹不起的人 会对自己失去信心 组市长 我们欠你一条命 既然放过了你们 就得让你们见识一下 我祖臣武是怎么打胜仗的 画文字幕传计 主婿音乐 明镜与点栏目 祖师长 我代表军委来参加这次会议 没想到晚来了半个小时 这么早就结束了 话不投机嘛 赞了 悠行缺口就是个鸡肋 吃掉他好事一桩 怎么就谈不拢 我也不明白 只是请兄弟部队 给一场注定的胜仗做些配合 怎么就说不通了 祖师长 许多事情是要在私底下解决的 于主任非常清楚 这次会议虽然是不慌而散 但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 一直积极于对日作战 在其压力之下 这场战事已经不得不防 那么他为何不就迈上一个顺水人情 战事开始部署 你们得逞啊 是祖师长您如愿以偿吧 对了 军委余力人余主任 托我给你们带封信 这信您打开过 看不懂 看不懂 A级密码 打入日军内部 必因外汇 就这些 假共党已要挟 实属不准 你干什么呀你 李从文 你能敢做出这种事来 那你告诉我 当时的困境怎么化解 你有办法吗 你没有啊 你跟我说 你怎么知道那家报事性供的 他的左翼背景是公开的 什么时候的事 射杀朱营长的前一天 后手准备要准备好 这你应该很清楚啊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当然不能告诉你了 我要告诉你 你就会阻止我 你说这种话你就是混蛋 有真 国共早就合作了 可我不允许 听到了吗 李从文 你快听清楚了 如果你让我觉得 你跟共产党有什么瓜葛的话 你我之间没有半顶感情可言 哎 哎哎 我也是长官之一啊 我有权决定并实施自己的决策 你跟我说你是我的长官吗 不不不我我我 李从来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就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哎哎 放开我 我是谁 嗯 刘寁 任务才刚刚开始 别这样好吗 你希望我怎么样啊 我希望你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提起十二分的小气 有阵 任务的成败 关系到坝下阵的 每一个人的生命 你应该很清楚 这个有营养啊 多吃点 你这甜鸭呢 你才害得生坏啊 才关于你 天生橡皮肚 吃不坏啊 慢点 慢点 让你多吃 不是让你快吃 慢慢吃 慢慢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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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儿个这骑鹿功多首少 一反常态啊 待命就是该有人去搏命了 新任务绝不会再以明哲宝身为原则 我敢打保票 新任务里 你我仍然负责举手 一可 二位 雅兴不小啊 哎 鸭香底的好酒 想不想尝尝 你不过了 秦先生 新任务绝不是清朝而出 省着点吧 哎 至少这是新生活的开始嘛 啊 全当是孟婆汤 嗯 二位是喝还是不喝呀 哎 喝 喝呀 哎呀 咱个嘴 咬住 怎么样啊 啊 和你上之王臭腰是故意的呀 我不修理修理你这个臭嘴 我难解心头之恨哪 温大夫啊 你肯定弄错了 那些致死人的谣言不是我们小伙传的 什么啦 我亲耳听见的 上回在大集上 他编故事逗娘们 是你吧 这还能讲啊 瞧你说的 他一个破孩子 还知道什么什么动娘们 我是姥姥你活糊涂了 他多大了 二十八了 我二十八了 你不是二十八 那你几岁 你说 得得得得得 温大夫 我替他赔不是 哎呀 没准过几天啊 咱都谁都见不着谁了 哎呀 就 就甭记啊 你 温红 新任务下来 我们必然首当其冲 我想跟你说句真心话 我特别希望我们能够长久 你不会是爱上我了吧 你什么意思 长虎 我过来找你是想做一个澄清 你我都是各取所需 你应该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超越侄子的情感 是绝对不允许的 我们说明的是生活 不是表演生活 我们现在 小北会叫你爸爸吗 回来了 来 我们在叶线的传讯点上 出现了一封密信 是从文法来的 是从文法来的 小北在鱼塘封玩呢 哦 果然又有新的任务了 吃完晚饭 一块儿去龙家开个会 我们还有不少时间 我们还有不少时间 这次任务 你我都会被抽掉去 你我都会被抽掉去 那张照片被我烧了 我只是不想让它成为我们之间的一个障碍 我 我 我不是因为它才那个 真的不是 就算是因为我的前夫 你的老师 可他已经走了 我跟你一样的无法忘怀 可他毕竟已经走了 走了很多年了 就做得更适的 所以说我们的战术方案是相当清晰的 首先我们的人设法渗入并潜伏至军本部 已被伪军在引诱下挑起战士之后 内隐四十六师对日军本部的栖息 一定要营造出指导黄龙的假象 本部吃紧日军必将调回在各旗扫荡的兵力以求应对 但临时集结一定会有很多呼应上的缺口 我军将利用此突破战线逐一迎接 我一位旧诏还是个迷魂局 漂亮 第十四师机械化旅将负责阻断 由北部前来驰援的日军 三十一师负责西部回调的日军 三十八师负责南部 第十八集团军的几路游击纵队将深入敌后 多处洗脚南部回调的日军 几路告捷之后 日军必将重新调整兵力部署 退守铁路沿线 这样的话 我们霸夏镇所住的这个忧心地带 将被他们彻底放弃 从此成为我军的势力范围 我只是 是要有疑问啊 这十八集团军 他姓贡 能全力配合吗 跟他们恐怕更多要强调的是 别打得太狠 这次任务 我 月红长虎 王所老王 将与丛门游镇 共同负责前沿工作 其他的人举手八下镇 负责委委 伟军向来都以消极自保为原则 想引诱他们挑起战事 恐怕不那么容易 说得好 四十六师市长组成武 会专门为这件事情 和和平军的吴国雄司令 进行秘密商业 为求万无一失 梅宇湘需设法 快速和吴司令建立亲密关系 以配合说服工作 白家正想把梅寡妇 卖给吴司令呢 上方这是顺水推舟啊 这关系啊 不用白不用 对不对 这种事啊 梅寡妇比较有经验 不如让龙九 龙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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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都约好了 约好了什么时候 一起回来的 你大老爷们哭什么呀 你们觉得特兴奋是吧 有活干了都特兴奋是吧 你们欺负人呀你们 雨香费起心思要逃出白家 你们却非把刀往虎口里推 他跟吴司令的关系 是天然优势啊 得了吧 你们就是见不得我们俩好 变得方向拆我们俩 你 这些耳光你永远给我记住了 做特勤的七情六语可以有 但绝不能为之丧失理智 否则重点会是短命鬼 你既然选择了这一行 就要接受这一行的规则 可我和雨香是真敢情 那也得跟任务分开啊 没有人不喜欢你俩好 你们俩是这个镇上 唯一不是被指派出来的关系 大家都默默地看着呢 就像看着一颗 正在生长出来的羊苗 对 它是生长出来的 它是被这六年的生活 潜移默化生长出来的 所以 又为了珍贵 小红姐 你说我们能有好的结局吗 不知道 那是我们现在的付出 就是为了将来能有个好的结果 来看一下吧 可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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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挡这么多钱啊 这可好东西啊 这东西好啊 你个丧文兴 你们先看着啊 去吧 你都给我砸了算了 真是臭眉头啊 你说你 你给观音菩萨上个水 你都能把公平给我砸了 你不是诚心罩我们吗 你要罩我们全家呀你 婆婆 您这话说得也太难听了吧 你瞧瞧你这副克命的像 你过门还没两年 你就把我儿子给罩死了 你现在又得罪了观音菩萨 你就是想把我们全家都给克死啊你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 你 你这几天横跳鼻子树跳眼的 不就是吴司令那事没成吗 反了你了 你敢跟我妈这么说话啊 你竟然敢跟我妈这么说话 不是因为你 吴司令能跟我们白家闹翻吗 你还有点说 我们白家要把你败在你个商务手里 都 看我那不都是为了你跟三川争取点权力吗 什么 妈 呸 呸 你把衣服脱光了 站着近前站着看 你跟二手货 混神圈啊有个地方 跟你谈谈恋恋吗你 二哥 这话说够了吧 他们娘俩哪句话说得不过呀 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我 你白家不如我我就走 我去租口住法头我也不住在这儿呢 大草 妈 大草 哎呦 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哈哈哈哈 这都弄啥呢 不过了 不过了 你一早就到了吧 真真是 哎 跟我料想的一样 白家这段时间果然处处找查 第一空就和我闹 我呢就一直掌握着火候 一直憋到今天 才跟他们撕破了脸 来 咱们两个做些假象 我出门之前故意跟白家的人说我要到这儿来 他们估计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这样他们就能逮出个现行 气都能气出风修书了 我脱了身 白家跟霸下一阵就再无关系了 你 你怎么了 啊 行动成功了 一部分人 要设法 设法删入日军内部 内营战士 你负责 负责仅仅吴司令 配合四十六师组成我 说服他挑起战士 你 你 一部分人长期离开八甲镇 那保安他对巡查 应该怎么解释呢 萧丞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所以可以利用白家 那我们就再认认 那我们就再认认 你们这儿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谁让你们进来的 好你个龙九 我说这个相夫怎么翻了天了 原来你们在这儿有奸情 我 我打死你个人 你怎么敢 枪里有三颗子弹 是不是我杀了你们的儿子 好 好好好 你仗着你手里有家伙是吧 龙九 你给我听着啊 我们白家在这个地界也是有势力的 谁发给你的这个东西 我就叫谁拿回去你信吗 八夏镇的乌烟瘴气已经万过界了 连寡妇都跟人家死 老二 带我去维执会 我要告他们八夏镇私通共党 我要让你们全镇上下 不死也得退掉三层皮 王爷 你说好了 这事成了以后啊 还有后里面 等在哥几个人 你我都在维持会做事 把点插水给来的分量 鸡嘴了点问题 我不是看不起哥几个人 事件太重了 带来带去的不方便 妈 咱怎么让口帽子不太好吧 共产党就喜欢串东家跑西家 大夏镇还能每一两个 接住共党的 只要有一个接住党 咱们就说他们是通共的 玻璃花那小子 只认钱不认人 这方面他有经验 他们要跑 孩子 快他们要跑 龙兄 快追 你给我站住 赶快 要追 赶快 快点追追 快追 快点 快快滑 追他们 龙九 我就知道是你 我告诉你 我饶不了你 老子等着呢 怎么着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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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下阵的人都给我出来 出来 出来 快点出来 怎么了 怎么了 什么事啊 干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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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你们镇长呢 小掌柜呢 哪儿去了 王嫂他们呢 都上哪儿去了 这我哪儿知道啊 跑了吧 他们是通共 我们怎么就通共了 我们怎么就通共了 我们上去啊 我们可一向都是遵纪守法的 你可别乱扣帽子啊 就是啊 敢说你没通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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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敢说啊 你别血口喷人啊 我血口喷人啊 那他们跑什么呢 你还不许可喷人 那我说你儿子通共 你儿子也通共 你儿子也通共 就是啊 都给我闭嘴 通不通共 你们说了不算 白家说了也不算 杜传在江边等着呢 都给我回围支队 我们往深里部啊 西里茶 不是说好了 只说通共的事吗 这不演得像真的吗 对得紧白家了 对 对 对 把他们都抓回去 一交代 不交代啊 就大行伺候 不是 不是 白说是 你也太过分了吧 保安队 保安队人来了 王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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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啊 这么大事 也没个人去保安队通知一声啊 不是不是不是 王队长 我们先拿钱站 完了这些人 还得带到王队去 得了吧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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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人通共 啊 黄军的犒劳那是达达地 搁谁 谁不转手里面搂着 王队长 不用一个警务人员的名誉担保 罢下室没有一个人通共 对 这话听着就心虚 就是 没人通共 那他们跑什么呀 你他妈混蛋你 你乱咬我们通共 不就是为了报复我 跟你那没顺你心的大儿媳妇闹感情吗 没顺 对 就是 摆明了吧 把人往死里整 他能不跑吗 你到处嚷嚷 长铁匠和月红 带坏你大儿媳妇 你说他俩跑不跑 他俩一跑 萧长贵能放心吗 可怜啊 甩下孩子 也得贴着他俩身边盯着 王嫂和老王挨过你打 你来一回他们心颤一回 越想越害怕 扔下孩子也跑了 最可气的就是李镇长 外头跟何优贞撕会一圈回来 听说了这事儿 就怕萤火烧身 屁股还没绕纹就躲出去了 多能耐呀你们白家 是 多能耐 王队长 说实在的 要不是我穿着这身官服 要不是现阶段维稳失大 我都想跑 别跑 别跑 我都想跑 我怎么倒打一排 你凭什么脏水往我身上泼 我什么时候 停停停 你你说他们通共 对 有证据吗 证 证 证据 我二儿子说了 把他们都抓起来 一个一个地审 放弃 黄军扫荡之计 文定乃是重重之重 按你倒好 在这儿乱放烟雾制造恐慌 你什么用信你啊 白损失 黄军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扫荡脚供 你在这儿折把他祸稀泥 你你你 你是不是想拿这拨人掩盖掉别的 另一拨人啊 别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 我们白家可不干这种事 好 知道了 难怪呀 那个吴司令前阵子亲自跟我说 嗯 说这个夜宪的白家呀 那就是一个祸害 对 今儿个我是亲眼见着的 那是有过之无不及啊 看吴司令自发脸 对对 我内长 我们仨不动声色的根本 其实就是将棘究竟 当众揭开白家的险恶用心 你现在白小郎啊 白炎玉 在微支队混了这么多年 屁一点座围都没有 现在细小啊 还真有点虚实 那还不是你们给挤兑的 我挤兑的 这是什么 我给你 这是白家使徒 汇着我的证据 当时我心里给明镜似的 你说查究通共的事 这是我分内的事 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用得来回路 玻璃花 你个臭混蛋你 我们家老二在围池会 就让你们欺负 现在你还往他身上栽赃 你给我闭嘴 你个老东西 你 你 你信不信我抓你一个 扰乱军情啊 滚 来人哪 有 亲家 请 好 好 好 我说上头没人 看我怎麼對付他們 初次告結讓所有人都沉浸在挑戰雄敬的亢奮之中 但李聰王很清楚潘多拉摩河已被打開 之後的歷程將舉步為艱 作為中共組織的派出人員 他現在唯一的使命 就是盡最大可能保護他們 密殿十四區公主站 叛徒已潛至你區速殺之 是 那邊呢 快 快 快 看 看 來 往前看 看出去 看看這世界多美 滿樹流離 一片繽紛 世界多美啊 不要抗拒它 只要你能夠邁出去一步 這世界就屬於你的了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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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問你 你不用害怕 不用緊張 我是你好朋友 你安靜地回答我就行了 就像回答自己的愛人一樣 你為什麼會拿著槍 你要做什麼呀 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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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 他背叛了你的組織啊 改善了 你要不要我替你帶什麼話給你的組織 任務 失敗 急 急 急急急急 不要難過 不要難過 任務失敗我聽到了 我一定幫你轉達 你放心 我 我到你組織裡去 你要告訴我 你組織在什麼地方 我馬上就會去 你組織在什麼地方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你 你 你 在我们这个地方 你说的每一句话 最好都是实话 因为我有一百种方法 可以验证你的诚实 如果我发现 你有不诚实的地方 我也可以有一百种方法 能够让你变得诚实 笑什么笑 你那一百种方法 如果奏效的话 你也不会告诉我 对不起 我无意冒犯你 不过我必须要先面见 野间平二将军 那得由我说了算 我知道的情报 覆盖面太过复杂 而且其中有些部分 你负担不起 你负担不起 我什么 你负担不起 站在我这个位置上 最不爱听的三个字就是 担不起 就算你讲的是真话 你也不应该这样跟我讲 尤其不可以当着我的面将 放下 找我开会却不说事严 总觉着有点不到对劲 我也有这个感觉 去指挥部开会 传讯的却是宿委会的人 这些狗 不知道要憋着搞什么名堂 怎么回事 什么人你干什么的 快走快走 我来找吴司令的 这不是梅雨香吗 这 这 这怎么在这儿呢 找你 找我 我是跟你占亲哪 还是代故啊 你找我 以前我只是不想成为 富家买卖的工具 可是现在我被扫地出门了 我无依无靠的 我不找你 我找谁啊 姓梅的 你是真拿自己当一个 什么东西了是吧 我怎么就那么稀罕你呢 我告诉你 我吴国雄从来就不缺女人 知道吗 可是我没伤养过壮士 而且这些年一直为富家 首相也干净 我总比烟花柳相那些女人强吧 你放肆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撕了你的嘴 要不是老子有功务在身 你就扒光你的衣服游击 知道吗 赶紧 快带 吴司令 我 快快 快走 走 你说你家长虎 隶属于军统局军事情报处军运科 这一点现在我还没办法查证 但是据我所了解 前一阵子你们的人 紧急地销毁了一批档案 有没有 怎么想是你自己的事 我只知道我被人追杀 是因为我知道的太多 仅止于这个原因吗 人为财死 鸟为失望 并非定律 前不久 我心爱的人背弃了我 当然那也是我的通知 从那个时候我 突然开始考虑 人生的意义 我就想到 我这三十多年 居然没有一天是为我自己而活的 于是我就设法让自己知道的更多 好让我自己不要变成一个 失去了审慎的前线目 你说你想设法知道更多 是不是就是你说的 涉及得很复杂方面的那些情报 我所知道的情报 事关重大 重大到令人难以置信 你不要再更先许 我希望你能意识到 自己坐在谁的面前 我也提醒将军一件事 信任的建立 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 对您如是 对我 亦如是 您尽力 不要过于自的 那将军阁下 那个强大的情报机构 是否知道 吴司令的 机要秘书陆带领和军统敌 十四区工作站来往密切 你什么意思 吴司令 一鹤为你给我滚犊子 你整个一个混蛋 弄来这么个来路不明的货色 跟我这儿一唱一鹤 你要干什么 成果是吧 我告诉你 我累死你 弄净老他妈命令全家分分钟 小梅 你有证据吗 一切可以你们眼见为实地为评判基础 那你就是想利用我们的力量 做掉那些来追杀你的人 是不是这意思啊 这对你们没坏处 而且我相信 我刚才所说的 仅仅是我知道的 一小部分 我还会让你去看 尹先生 说 整个过程中被观测者在回答关键问题的时候 他的眼睛会不自觉地往左下方显示 眼睛往左偏斜通常是在回忆 往右是在创造 这说明呢 被观测人他没有说谎 同时呢我也注意到 他的肢体下意识反射情况 一无说谎极小 所以我在报告上的阶段是 被观测者的叙述过程真实 你这些记住只能说明 他是一个受过特殊训练的人 如此而已 现在啊鬼子已经扫荡到咱周边地区了 咱得赶紧把清风清除 好多硬的人 咱们哪是撤不了的 具体挺硬的 我觉得啊 这件事关键是重温他们 一定得做得干净利落 没管夫才是关键呢 我敢打保票 不要拿下吴司令 还是得靠他 你们俩闭嘴行不行啊 这羽毛龙九 我就让你们别提这茬 九儿 你家寡妇又不是第一回了 是吧 对啊 你为什么劲儿去 上回记得吗 为了弄掉前镇长 他不是当了一年多久了 可不嘛 这回才多久了 我怎么弄死了 我跟你拼了 跟我道歉 干嘛呀 道歉 你让开 跟我道歉 你给我道歉 道歉 行 不要不是很好歹啊 干什么呢 别动 别动 你干什么呢 你们误会了 我们俩闹着玩呢 闹着玩 狗汉奸 给我绑起来 不是 不是你们真误会了 没事吧 我 我没事 我们俩就是开了个玩笑 真的 你别怕 我们会请你做主 先带我们进阵吧 我们有伤员复伤了 需要救治 人呢 在那边 那您 走吧 这边吧 好 来吧 慢点啊 除了我们几个 其余的都是敏感地区的群众 在组织撤离的时候 遭遇了袭击 就跟其他队伍隔散了 一切啊 都看伤员恢复情况 只要挺得住 今天晚上我们就带他走 没事没事 留这里头 我们照顾着也行 那怎么行 虽然鬼子还没有开到这儿 可是大扫荡的残酷性 你们不是没有耳闻 只要是有个抗日组织活动的村镇 都发生了屠杀事件 像这类货色 能够挪延逼气地当狗腿子 他就能脉乳求荣枪害百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姐 您听我给您发誓 我虽然穿着这身衣服 但是对鬼子 我是极为痛恨的 真的真的 他真的不是那种人 没错 您看 刚才也跟您解释了 他们俩呀 真就是因为女人那点事 就闹急眼了 真这样 真是这样 急眼了就开枪 吓唬 吓唬人 有这胆吗 对对 没这胆 真没这胆 你给我闭嘴 来 姐 你看我这也跑不了 要不就别捆着了行吗 谢谢姐 谢谢姐 您是大地主 您儿子是汉奸警察 实力够大的 这话说的你看 我 我们一家人 也都是庄家人 你们镇长呢 哦 那个李镇长啊 他那个出院门了 现在镇里的事 由我来负责 一手遮天 得 还是没信呢他 谁让他动枪呢 活该他被人当恶霸了 那你告诉我 你这枪里 为什么只剩下三颗子弹呢 他不是只剩下三颗子弹 他压根就发了三颗子弹 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 如果发现你身上有血栈 我绝不侵扰你 你就相信我吧姐 我真是那种狼皮在身 群众在心的人哪 不计划花生油啊 少少的花生油 快通道 套到 这个中药铺 就是第十四区工作站 伪装得不错 我还派人来这儿抓过药 还好没把我给毒死了 你的免疫力已经接近崩溃 就算用药物为耻 顶多活不过两年 真的 他们没有毒杀你 但对你的健康状况 了如指掌 所以你 跟你的朋友都了解了 我这个人现在 没有什么事情担不起 来了 吴司令 陆秘书上班都在机钥匙 上班之余都在你床上 那么A级机密跟特A级机密 是不是很容易就泄露出去了 本周的机钥信息已做归纳 内容将按照老方式 隐藏在药单里 把手举起来 突然打 Seth 出了 去 追 不 mour 是 骗 死 温次 死 死 死 女 死 死 中文字幕——YK 你没事吧 还希望有点事呢 你没事吧 还希望有点事呢 你没事吧 他们俩是谁啊 和我一样 想为自己活上 哪怕只有一天的人